和人交往后 蓝忘机才发现 魏无羡这人 其实和自己截然不同 直到后面有一次 他看到了魏无羡穿着黑色皮衣 坐在酒吧门前的摩托上 在和人聊了一会天后 魏无羡一蹬脚 直接开走了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和之前的软萌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事到如今 蓝忘机才知道 自己这是被钓鱼了 晚上 魏无羡还在蓝溪陈家里看文件 只是文件还没有怎么看 自己手中的文件 就被人抽走了 看他气势 魏无羡立马就知道了 于是先发制人 把人拉了下来 怎么了宝贝 火气这么大 蓝忘机 你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魏无羡一向不会这么说 如今要被揭穿了 魏无羡自然是不遮掩 对着他的纯亲了亲 道 嗯 不喜欢 蓝忘机 我 他被魏无羡这一下 搞得回不神 最后任由人 把他压在沙发上欺负 等起来后 蓝忘机羞涩不已 看着他的眼睛 也微微发红 可是一想到 那是为了捕获自己的芳心 才这样做 那又觉得没什么了 只是过程里的自己 被他忽悠得一左一右 又难免生出一些 其他的情绪 魏无羡无奈 随口道 怎么 想分手 蓝忘机 你 魏无羡一个挑眉 不在似之前的态度 反而摆出一副上位者的态度 气势凌人道 生气 愤怒 我记得我没有对你说什么谎话吧 他确实没有 之前的样子都是蓝忘机所认为的 现在把人搞到手了 他为无羡不装了 蓝忘机 他不说话 为无羡也无所畏惧 直接翘起二郎腿道 要是觉得不能接受 那你大可直接说 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蓝忘机 见他还是不语 魏无羡便觉得 没有再聊下去的必要了 他起身拿过文件 抬腿就要往外面走 好死不死 蓝忘机拽住他的手 微怒的语气里 带着几分冲动道 不许走 魏无羡 为什么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我不走 还留下吃饭啊 蓝忘机咬了咬牙 随后忍吓到 没有结束 他只是想问问 结果魏无羡开口一句 分手把他的话 给堵了回去 魏无羡 呕了一声有些诧异 还以为就要结束 没想到有反转了 不是来分手的 早说啊 那坐下来聊 蓝忘机 也不怪魏无羡这么说 他能遮掩一时 不能遮掩一时 所以 在把人勾到床上成功的时候 魏无羡就已经不怎么遮掩了 只是那时候 蓝忘机还陷在爱河里没有发掘 现在 两人一起的时间久了 蓝忘机也不可能没有发现 蓝忘机 你还有什么瞒着我 魏无羡 没有了呀 蓝忘机一个抬眸 眼里斜满了 我不信 魏无羡拉下嘴角 随后不紧不慢 坐到他的腿上 我喜欢你粗暴一点 蓝忘机 蓝忘机感觉自己 似乎才真的和这人谈恋爱 毕竟之前都是他的伪装 蓝忘机 是吗 魏无羡 嗯 他怎么感觉有点危险 雷 雪